所有海事轮机科三年级的学生陈一鸣以及陈伟伦 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利用海水当成电解质 再透过两片金属配合马达发明了制走船 让他们夺下教育部所主办的全国能源创意竞赛最佳应用潜能奖 全校的师生都与有荣源 你能想象只用两片金属再加上一个小马达 就可以做出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的小船吗 所有海事轮机科三年级的陈一鸣跟郑伟伦 就是应用这样的概念发明了制走船 让他们夺下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能源创意竞赛最佳应用潜能奖 而队长陈一鸣表示 他们的设计是从玩具的概念而来 还具有环保、简单、安全三大优点 希望借此引发小朋友学习科学的兴趣 用在船上面 然后让变成说一种科学区类的玩具 让那种国中小生可以进而更接触科学这一方面的东西 环保的话是因为它不会产生任何的盐 然后那个简单的话是因为 它只是两片金属片把它接在马达上面 非常安全是因为它的电压非常的小 所以不会造成什么触电的问题 我们的氯化物把它清理掉之后 就可以再次使用 铜片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泡在那个盐水泥太久的时候 它有一个氯化物 会有一个我们的铝片转移至铜片上 所以一个铜片放久的时候 它会变出有一点黑黑的那个氯化物 然后所以要刮掉 然后才能再增加它的效率 这种利用海水当成电解石 在透过两片金属形成能源的概念 除了可以做成自己行走的小船以外 得奖的学生表示 还可以应用在灾区上 作为紧急照明之用 这种东西可以应用在灾区的时候 因为它只要两种不同的金属片 跟一个电解液 然后我们只要找到这三样东西 我们在灾区的时候就可以产生电 就可以进而利用这个电来使灯泡发亮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这个 使这种非常简单的东西 然后变成说一个紧急的照明灯 就可以在灾区也有灯 这种东西 陈一鸣跟郑伟伦的设计获得肯定后 苏澳海市也透过师大的教授 协助他们申请专利 技术转移给教具制作的厂商 保障学生的创意 也创新海洋新能源的开发技术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道